这一章古兰经有很多名字 先知本身有许多名字 و阿姆 ونبي ورسول 或者是他的空戟阿部 double Qasim 也是他的名字 至于古兰经的这一章 也有很多名字 我们大家众所周知的是开端章 为什么叫开端章呢 因为古兰经的一开始就是这一章 打开古兰经 翻开的第一章就是这一章 以及我们在礼拜十 首先念的古兰经 也是开端章 我们在这个讲演的时候 也要宣言 وتسمى أمة القرآن أمة الكتاب يعني كل ما في القرآن موجود في هذه السورة من قصص وأحكام وتوحيد 我们这个古兰经的开端章 还有一个名字叫 古兰之母 也就是它包含了古兰经 所贯穿于古兰经的 塔حيد的信仰 也就是古兰经的精华 总义的精华 集中在这张古兰经 我们也可以把这一章的开端章 把它称作 做为名字 لكن ليست الصلاة هي الصلاة الفريضة 当然这个 الصلاة的意思 并不是我们在教法 所说的去礼拜的 那个意思 نعم قبل أن نقرأ القرآن ماذا نصنع 我们在读古兰经之前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نستع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我们首先要念求护子 لماذا 为什么呢 نحن الآن نصنع طاع لا معصي نحن يعرف عند إذا واسوس لك الشيطان تقول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我们现在是做 做一项服从安拉 的功修 而不是做 其他的事情 我们祈求 安拉 使我们免受 恶魔的侵扰 لماذا 为什么呢 نعم لأن الشيطان لا يريد مننا أن نقرأ القرآن ولا نتدبر ولا نفهم كلام الله نعم فتشتعذ بالله حتى حتى فتشتعذ بالله لأ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حيم 要归信 安拉所有的品性 因为我们 纪念安拉 因为我们喜爱安拉 我们以安拉为 最伟大 以安拉为伟大 不产生 不要有任何举办 所以我们说 一切的赞颂都属于安拉 安拉是最伟大的 所以在其中 要脱 在逆举当中 要脱离举番 安拉 安拉 这一词的意思 就是受崇拜者 受崇拜者 也就是一切被造物 都应该崇拜安拉 他是最伟大的 这个安拉这个名字 只是安拉自己 独享的名字 任何其他的被造物 都不允许 用这样的名字 一些学者们说 安拉尊名当中 最伟大的尊名 就是安拉 这个尊名 一旦夫人 以这个尊名 向安拉 祈祷 安拉 就会应答 那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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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王者 掌握王权者 也是管理一切的 拥有一切的 所以我们可以读两种读法 读 也可以读 因为阿拉是王权者 也是拥有一切者 我们在今世上 在这个人类当中 有一些 他可以称作国王 他虽然有王权 但不一定他就拥有一切财物 也有一些人 他们可能拥有很多东西 但他并没有王权 ف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هو الملك ومالك كل شيء داخل في ملك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作为 安拉 作为 一切的 创造者 他既享有 最高的 王权 也拥有一切 也拥有一切 一切都是属于 安拉的 而安拉的王权 是全美的 对 作为 被造的 比如一个国王 他的王权 是必将消失的 而安拉的王权 是隆恒的 يوم الدين أي يوم الجزاء والحساب يوم القيام اليوم الآخر يوم الدين 这一词 指的就是 复生日 后世清算的日子 后世 给予 这个 赏赐 以及惩罚的日子 在一段 在一段 حديث قدس 也就是 我们的 使者 他说的 他在 圣信当中 说 安拉 说 那样 يقو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 إذا قال الحمد ا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 حميد ني عبد 一个 仆人 如果 念了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感赞 天王 重视 的 安拉 那么 安拉 就说 我的仆人 敢赞 我了 那样 وإذا قال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 أثنى علي عبد 如果 如果 一个 仆人 念了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博詞 横詞 的 这节 经文 那么 安拉 就回答 我的仆人 赞美 我了 如果 一个 仆人 那么 安拉 就回答 我的仆人 尊我 为 伟大 什么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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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仆人 念了 我们 只 崇拜 你 我们 只 向 你 求 幼祝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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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拉 就 回答 在 我 和 他 之间 我要 赐予 他 所要的 我们 还要解释一下 意识 也就是我们只崇拜安拉 不崇拜安拉以外的 我们对我们的所有崇拜的功修 只是对安拉 不对安拉以外者 我们的功修 只是特别的对安拉 关于 这意思就是 我们只寻求援助 向安拉寻求援助 而不是向安拉以外者 就如同我们自身说 我要对安拉采取最美好的猜测 如同我们就是进入乐园一样 我们绝不要 对安拉进行不好的猜测 我们以这样的思想来进行 做各项上功 我们封斋礼拜 施舍等等 也就是我们既要有 这个 阿爸的功修 同时还要向安拉求幼助 我们归信 前定 归信安拉的判决 同时我们还要努力的去 为安拉工作 在这里我们还要讲一下 为什么经文上讲到 义亚太那不度 我们只崇拜你 而不是用单数 我只崇拜你 也就是安拉这个 将士使者 传达经文 让我们所有的穆斯林 团结在一起 而不要分裂 我们团结在 这个 所害伴们 圣们弟子们的集体当中 我们团结在 他们所遵循的 这个圣行当中 我们团结在 安拉的 这个 指导当中 我们的先知 就是至圣 是一个 是穆罕莫德 我们的教法 是一个 我们的朝向 是一个 我们的各项拜公 我们所有的穆斯林 都要一起 每天要离五番拜公 对于城市里的人 他们都要 在大新人寺里 聚集在一起 每星期都要 住马 所有的国家的人 都要聚集在一起 去朝金 我们在 在这个 开端章的 前一部分 是讲解 崇拜安拉 独一 讨厙的 在我们做 祷礼之前 要先 纪念安拉 拜祖独一 的言辞 一个人的 祈礼 不会被应答 只除了 他有 崇拜安拉 独一的信仰 那 这一人的 祈礼 受到 得到接受的因素 其中包括 他赞美 安拉 也就是 教授我们 首先教授我们 然后是我们成功地走在 安拉 所制造的道路上 也就是我们向安拉 这个 祈求 认知 以及我们的行为 知道什么样呢 知道我们的道路通往安拉 这是一条 正直的道路 是最近的通往安拉的道路 它是宽广的 这个道路 这就是安拉 赐予我们的 敦正的道路 也就是让我们 每一个信誓 所要走的 这条道路 怎么样的道路呢 谁才能走这样的道路 谁是阿拉 所恩典的人 他们包括众先知 他们信誓当中的忠信者 以及那些烈士学者们 还有那些青年者 他们青年的 这个做公修 以及 青年的与 人们交往 我们还要知道 我们所走的正道 不是那些 受安拉所浅度的道路 那些人是他们 明知道正道 而不走正道 我们还要向安拉 祈求 安拉 我们还要祈求安拉 使我们 不要走那些 无知的道路 不要使我们 不要使我们 受到 迷雾的 支派的侵扰 我们需要的是 敦正的道路 是认知的 和行为的 把这个正确的知识 呼吁行动的道路 这样 这个古兰经的开端章 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念 阿敏 阿敏的这一词 并不是 发这个 古兰经的开端章 我们只是在 这个 拜公 当中的 发起来之后 念阿敏 他的意思是 安拉 你应答吧 这些 古兰经的开端章 包含了 这个 崇拜安拉 讨历的 总义 其中包含了 做向阿拉 做祈祷的礼节 其中包含了 作为穆斯林 应该聚集在一起 不要分裂 包含了 我们在 这个工作之前 首先要有知识 包含了 包含了 我们要走 先知 以及 圣门弟子们 所走的道路 我们要警惕 那些 迷雾的 分裂 我们要警惕 有知识 但是不去 执行的人 还要警惕那些 有行动 但是没有知识的人 我们要 这个 做尊正的 崇拜阿拉的功修 我们要 排除那些 这个 分歧 我们和 这个 和非穆斯林 要有正确的交往 我们要 喜爱他们 也能够 加入 以便能够成为 这个 囤结的 议题 成为 更正的 正确的言词 一致都走向 更正的道路 赞美阿拉 阿拉 是王权者 也是拥有一切者 要 要警惕 阿拉 所禁止的那些事 以免后世 遭受 刑法 要 要坚定的 坚定的坚信 这个 复生日的 一切 我们必须要 我们必须要理解 这些意思 在读 开端章的时候 我们请求 我们请求阿拉 使我们能够 通晓理解宗教 要 要 阿拉 斯福安 与我们的先知 穆罕默德 尚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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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